要把那個訊息提示關閉之外 其實錄字句集 它錄下來程式真的還蠻擁長 像那個清除好了 其實說真的 清除這個動作 我們錄了幾行程式 它錄下來總共四行程式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假設你要自己寫的話 說真的你只要寫一行就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用錄的 你會自己寫的話 其實一行程式就好了 所以假如說 我不要錄的 反正Sub跟Nsub一樣 如果你要清除範圍的話 非常簡單 你就打一個range range指的是範圍 然後你跟它講左上角 你要清的左上角是C2 所以你就打個C2 然後冒號的話是到哪裡 到1多少 18 然後你就是後面加一個點 那清除的話是什麼 剛剛不是selection 後面不是有這樣的嗎 cleared cleared contents 有沒有 不要選錯 是contents 這個 那cleared contents 就清除了 所以 假如說你自己寫的話 其實寫這一行就夠了 那麼資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結果不一樣 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有沒有 清除 有沒有 加上去 清除 有沒有 所以 那你說 老師為什麼差這麼多 那主要我把它倒帶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它就是 你上面這三個動作 是選範圍 下面這個動作 才是針對這個範圍 有沒有selection 然後去做清除 那我乾脆直接告訴他說 就那個範圍清除比較好了 OK 所以以後呢 不過這個地方就看看自己的習慣 如果假如你將來不會寫啦 不然你用錄自己也可以 因為你說直接效率會差多少 其實效率 基本上沒有差那麼多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改了 所以你這樣改 C2 然後到1的 18有沒有 然後後雙以後 後刮符 點clear content 就這一行 這樣就OK了 OK 所以其他部分呢 蠻多地方也是雷同的啦 像你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也可以 這裡其實要改的話 你們這邊有selection 所以其實這個selection 其實就指的是什麼 B2到B8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兩行其實不用 這個地方其實 假設你要精簡的話 其實你是直接把什麼 這兩行 把它刪掉 然後selection的話 就改成什麼 這個範圍就好了 那這個範圍叫什麼 叫range 然後它從哪邊 從B2 冒號 到B8 然後後雙以後 後刮符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好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那為什麼會多上面在幾行程式啦 那其實主要是說 我們要選範圍嘛 沒有範圍 當然沒辦法做 所以如果假設 你已經知道 原來它是做選範圍 那不如我直接告訴它就好了 因為可以把它精簡 所以精簡的方式 就是直接跟它講說 這個範圍幫我切割 資料割到這邊 所以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結果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嘛 可是就少了 馬上就少了兩行 OK 我把它倒帶一下 Ctrl Z 有沒有 所以本來是 優标放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個就變成一個選舉區 那如果假設啦 你不要去做選舉跟Ctrl Shift向下 那你直接指定那個範圍也可以喔 所以我剛剛有沒有 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兩行 這兩個刪掉 刪掉之前 乾脆拿這個來改好了 Ctrl C 然後Selection 拿這個來改 改成B2到B8 然後上面這兩個 就可以散掉了 有沒有 又更精簡了 所以呢 這個部分 當然你不精簡跟精簡 結果其實跑起來是一樣 但是你會感覺 哇 你好像又更進入那個VBA一點點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精簡的部分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也把這個 乾脆把這兩個一樣把它貼到那個銀專上 精簡過的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精起來完全沒有感覺 不過有的時候 假設你程式精簡之後 會跑得更有效率 而且你當然看起程式來 應該會感覺更加的清爽 我本來就 本來一行的 本來四行突然間只有變成一行 感覺這差太多了 所以有的時候 錄日聚集其實它的原理 原理就是說幫你記錄那個你滑鼠 還有你的鍵盤的位置 所以如果假設你未來那些滑鼠跟鍵盤的位置 假設你不需要他幫你這樣寫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簡化蠻多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把它 尤其像你看到那個什麼點 select 跟什麼selection 有沒有 其實大部分指的就是他 你滑鼠跟鍵盤選的那個範圍 OK 那都可以用那個range來取代 可以讓那個程式變得更精簡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這一題 大概就是跑下來應該沒問題 那最後你把它存檔一下 另存新檔一下 那記得存檔的時候不要存錯了 你不要存成起用聚集活躍部 直接把它儲存 然後 如果你按是取代掉的話 它將來你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程式就不見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存錯 那記得一定要改成 存檔類型改成那個起用聚集活躍部 那把它存檔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這一題的話也許先到這邊好了 其他的話我看還蠻多延伸的 然後另外的話也可以思考一下 這邊其實還蠻多別的題目 包含就101這個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101這一題 跟那個剛剛那個 ASC、BIG5 其實有點類似的概念 這一題的話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話呢 它的前面其實都有中文 有沒有 中文都在前面 這個是沒有中文 所以這個沒有渠道 所以他希望得到的就是說 把中文的部分取出來 放在B欄 不是瓜糊 而是中文 那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中文跟英文的 怎麼講 差別啦 OK 所以請你把它抵涕 其實答案上面也有 提示一下 這邊的話 其實可能會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 有沒有發現 LEN算字數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叫LENB的 有沒有看到 LENB 請問你發現不是LEN是算幾個字嗎 那怎麼會有一個LENB呢 其實那個B指的是by字 意思就是說它算你的這個長度 這個裡面的字 這個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在旁邊一點小 假如你要算這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超函數裡面有文字類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不是有個LEN 那這個是算它有幾個字 那你說幾個字跟幾個 那個什麼幾個by字有沒有不一樣 你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裡面總共有13個字 但是呢 是不是也是13個by字呢 當然不是 那應該幾個by字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那這邊有一個原理原則 就是說在ESEL裡面 假如是中文字跟全形字 都算兩個by字 所以喔 看得出來吧 哪些是全形哪些半形 看得出來 資料庫這個 這三個字呢 就變成是 每一個都兩個by字 六個by字 不是三個字喔 OK 然後這邊有個ASSESS 這邊的話呢 總共六個字啦 但是它其實 看得出來應該是全形字有沒有 有沒有 比較大有沒有 那個這個叫全形喔 OK 那如果假設說 你要算那個by字數喔 它是要乘以2的 所以6乘2 12個字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是幾個by字呢 等於是應該是再加 這個要加三個吧 這加6 所以應該加9吧 OK 對喔 所以試一下 這個LENB嘛 所以把它指向 你會發現再加9 對 22個by字 所以向下填滿 那這個應該幾個 這個的話應該 應該是1 只有1是全形的嘛 然後是算表3 所以應該再加3吧 所以加3應該是 我跟你講 加4啦 應該16喔 所以底下應該都差不多概念啦 好 那你說為什麼要特別去管它是 算by字還是算那個 這個什麼 算 這個 這個 字數喔 其實最大的差別 主要是說 你要把中文抓出來的話 那我們 就 需要知道 到底 這個文字串裡面呢 有幾個中文 而且它中文剛好在前面 它不是在中間喔 所以 只要知道它有幾個中文 那我再用LAT 我就可以把那個幾個中文字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原理原則啦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剛好是幾個中文呢 那主要還會有干擾的部分喔 就是哪一些呢 就是那個什麼 全形的英文 有沒有它全形英文 這邊的話是13個字 但是理論上喔 假如說我把這邊的全形字也都改成半形的話 那理論上會影響的就只有這三個中文字了 所以最後用LENB的話 那最後會差三個 我就把那三個字取出來就好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讓這些全形的字變成半形的 剛剛不是有用過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再配合一個函數 叫做ASC 它可以幫我把 這一個儲存格裡面 所有的全形字 轉換為半形的話 不過你說老師那會不會影響到中文喔 跟各位講 ASC並不會影響 反正呢 中文字不會區分全形跟半形 反正它不會受影響就對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再指向它 你會發現喔 原來的那個ASC這邊都全形字了 就會變成半形了 有沒有比較小吧 看得出來吧 那你說原來的中文有沒有影響 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過來之後 它就長這樣 OK有沒有 它把裡面的全形英文變成半形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我再來算什麼 算它的LENB好了 我看LENB 這邊 假設用LENB再算一下 就是算我把它轉換之後的 你會發現16個 那如果把16再減掉13的話 那不就剛好三個字 所以喔 我們如果要取得前三個字的話 那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那個錢用這樣LENB就可以取得了 OK 應該知道我的推論吧 所以第一個 我們需要知道LEN 第二個的話 我們需要LENB 第三個呢 因為需要把英文還有數字的全形轉換為半形 所以我會用ASC 那最後一樣啦 用LENB 把這個的結果 減掉這個 就可以 再把這個兩個減完的數字 放給LENB 就可以抓到前幾個中文 所以請各位試看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最後一段時間 就想要讓我們混了 看一看 這樣子 讓你們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